And I sing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有一个保证成功的机会 无论你如何定义成功 都可以达成 全球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这里获得成功 他们将会告诉你 这次将改变你的一生 这个年轻 活泼 令人兴奋的机会 正在全世界快速成长 数万人不分年龄 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例如还清债务 还游世界 或拥有财富自由 不到四年的时间 这个商机已经发展到 85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令人不可置信的发展速度 这家创新的公司 将带给你和所有跟你一样 想要成功的人 一个真正的机会 想象一下 一个全球性的团队 天天在世界各地热情分享 并帮助别人成功 一种创新的经营模式 搭配一个全球最先进的 网络平台 和多达六种收入管道的 奖励计划 最棒的是 拥有真正可以延缓老化现象 进行细胞修护 恢复年轻 青春活力的创新产品 没错 这些产品都是由世界最顶尖的医生 和科学家顾问团队 共同研发 这是一个在全世界需求 急速上升 并且在未来三年内 销售额将超过三百亿美元的行业 你可以立即体验产品 同时开始与别人分享你的感受 只要三个步骤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不仅让你变得更年轻 又让你拥有财富的自由 公司 计划 产品 他们已经改变市场规则 让成功变成必然 Janess 欢迎加入年轻新世代 Janess 欢迎加入年轻新世代 各位全球的杰斯伙伴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空中相会的时候 我是妹从洛杉矶跟各位见面 今天很高兴是我妹在这边开始 上礼拜我们也在空中相会 那么这一次很高兴又是妹 同时在这个礼拜六 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么好的一个结识的商业平台 那么我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想还是有很多朋友不认识我 我来美国三十几年了 跟我先生我们大学一毕业就来了 那么来美国是做什么呢 来追求目 各位朋友在线上的朋友 不管你在国内 马来西亚新加坡Torando 台湾我看今天全世界好多好多的朋友 在参加我们这个结识的这个事业视频会 那么来自全世界的各地的朋友 你们今天要一起学习这个视频会的时候 首先问问自己你的梦在哪里 你的梦跟结识能不能够连结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平台给我们 如果各位在这个线上听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就说可以给我type一下没关系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这个传统环境的一个创业 那么各位都知道像我刚刚提到我来美国已经三四十年 当时跟我先生来美国 我们就是在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 我先生是医生 那么我自己是护士 那么到美国来呢 那就是追求一个梦 想来赚美金 想来过一个比较好的专业的水准的学习 那么在这个美国的环境也觉得说过的环境可能会好一点 这个都是我们人生很正常的一个美梦 那么在美国专业几十年下来 其实我们也很想自己创业 所以很有幸在过去十几年前 我先生就自己出来开业 那我们在洛杉矶就有两家诊所 一家是看家庭科的病人 那么另外一个部门 我们是做医学美容 因为我们有看到 十几年前我们就看到抗老跟医学美容是一个趋势 那么在传统环境的一个创业里面呢 其实不容易 那么我记得当时十几年前跟我先生出来开业的时候呢 真的是我们两个人摸索的当老板 什么都不懂 我们必须去请律师 请会计师 小姐 而且我们自己在里面真的是很摸索 那么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呢 有的人如果在商业的领域里面 或许可以去加盟一个商店 这个就是传统环境的创业 那么大部分的人也都相信自己创业比替别人打工好 这是一定的道理 可以追求你的目想快一点 这是一个传统环境的一个创业的领域 但是成功的创业两个必要条件 一个实际的平台 一个完善的系统 这一块我可以跟各位很好很好的一个分享 当时那十几年前呢 我们只是一个专业的医生 那么我们出来的时候呢 我现在是一个家庭科医生看病 平常很忙 可是那时候我们出来创业的时候 我们知道光看病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走时代的先驱 现在整个在抗老的这个医学的领域里面呢 非常非常的热门 所以当时呢 我们就 就马上创立了一个医学美容部门 抗老的部门 那我先生还帮一些病人呢 做这个调理荷尔蒙 因为荷尔蒙的平衡呢 可以帮助一个人的身心的健康呢 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阶段 那么什么叫做完善的系统呢 十几年下来呢 我的诊所也有一个完善的系统 如果我今天或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没有去诊所 我的诊所照样在运作 护士小姐 医生 病人 每天的这样的流程呢 都非常的smooth 非常的平顺 这个就是一个系统 一个大老板必要的一个看见就是要把自己公司 做一个老板是怎么样把一个公司 一个系统做出来 那么呢 我们现在参加了结诗的平台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完善的系统 我们一起学习看看 今天我很荣幸来为各位介绍美商结诗 刚刚各位看到我给各位放的影片里面 有一个已经是过去试了 那张刚刚那个影片有说 我们结诗呢 是100家里面是排行70几 现在今天礼拜六我要送给各位 如果还有人不知道的话 我要送给各位一个非常非常天大的好消息 这是两天前才出炉的 现在我们美商结诗是全球100强里面 是排行46名 从去年到现在已经进入前进了30名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天大的消息 恭喜各位 不管你已经加入结诗没有 你都已经跟着一个非常强大 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公司 一起在努力 一起在奔跑 那么结诗公司在三年前 四年前 他刚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这个市场的需求的一个趋势 那个时候 在三年前 我刚认识我们结诗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看到这一块 他在抗衰老的生物科技里面 领域里面 他是领先其他的公司5到10年的一个科技 那么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做医学美容 那我先生也很有幸在 参加之后 很快的时间就到公司去跟这些医生坐下来谈谈 怎么样要走这一块 而且是走全球的一个商机 这样子的话才真正的是现在的趋势的一个走向 那么怎么样让我们财富经济上能得到一个自由呢 这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我们在美国几十年下来 就是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因为在美国要跟这些外国人一起 在这个环境上 这个社会上一起打拼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输给别人 所以我还记得十几年前 我们去上了一个课 这个电子商务的平台 这个电子商务的平台 这个电子商务的平台是一个无远佛界的一个平台 所以到时候呢 是真的全世界的人 今天我不管你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中国 台湾 加拿大 各位 你想不想像我们四十年前跟我先生来到美国 就是想赚美金 你想不想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你不用来到美国 你在你的当地 只要你好好的借着这个结束的平台 你也同样能够赚美金 那么很高兴来介绍我们公司的创办人 Wendy跟Wendy 他们过去在全球帮助很多美国的大公司 有二十几年的专业经验 帮他们做后台的城市设计 所以当四年前他们自己觉得说 可以了 我们的这个经验已经够了 我们应该自己来做我们自己的公司 而且他们有很棒的元件 他们知道干细胞的技术 他们知道这个细胞优化的系统都是现在为了连环老化的一个先驱 所以也借着他们过去所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交互式的网购 为我们现在的消费者可以经营一个 提供一个非常完整性的全球网络的创业平台 这个在三年前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兴奋 我们在美国太久了 我们的人生 你想想看从四十年前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电子时代到现在整个是电脑的一个非打的时代 我们一个手机就可以走天下 你全世界的朋友都在你这个手机里面 四十年前你能想到吗 或许很多人可是想不到 或许你还没有四十岁 或许你只有三十几岁 那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科技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去想象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Smartphone拿出来 一秒钟之内我们就可以跟全世界的朋友联络上 甚至可以看到对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平台 那么杰斯的市场优势 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有领先的生物科技 加上它是全球性的通路平台 我们怎么样靠着这么好的两个趋势 让我们走出来 首先我们很高兴来介绍我们的医学顾问 达芬内森英文 在美国洛杉矶非常的有名 他常常上电视 他也是干细胞 成人干细胞的一个抗老化技术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先锋 那么他帮很多的电影明星做这个研满老化 就是加速年轻的一个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生 那么我们很有幸请他帮我们研发了我们所有Luminous的系列 当时我也是看到这一个 他有248个生产因子 那么我先生过去十几年 我们自己在诊所有做医学美容 那我自己有带领那个胎盘提炼140个生产因子 所以当时我看到我们的结尸有248个生产因子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兴奋 我就想哇 这个科技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进步 那个时候也就是我加进结尸 就是进入结尸 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下面这一个 另外一个Dr.Vincentine Papa 他为我们研发了 这个抗衰老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帮我们细胞针的缓和 这个分裂的一个动作 从我们细胞到我们断裂里面 怎么做修复的一个动作 那么大概Vincentine Papa 非常的背景是不得了的 他是美国航语局的医学顾问 就是太空人走上太空的时候 都是请他当顾问 这个身体里面的状况 那么航语局有一个特别的 不为人知的一个医学的这个知识 美国航语局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不是我们日常医生 日常的医生里面能够接触到的 他们有更先进的 所以钢细胞的这个技术的研发 其实是一个再生医学 我想在很快很快的将来 我们真的有福音了 我们如果有真的有必要的话 我想我们自己都能够修复 自己身体一个 就是说不平衡的地方 这个都是再生医学的 一个真正的未来的一个走向 那么杰识细胞的优化系统 其实就是分三类来讲 它怎么样促进我们再生 怎么样帮助我们延缓老化 怎么样促进我们能量的平衡 从工艺时代电子时代 到现在的电脑时代 其实环境在这个技术上 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领域上 其实我们非常的先进 我们过得很好 我们只要电话拿起来 我们只要看电视 我们全世界的消息都在我们手上 可是这样的环境 不一定对我们好 现在很多的能源 很多的核子 很多这些都是先进的东西的 一些不被看好的一个附属品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也无形中影响到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在破坏我们身体日常里面 真正能要怎样延缓这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科学日新月异的话 其实对我们这个整个大环境 是好是坏 是福是祸 其实 见仁见智 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深层里面去看这一块 那么首先我来介绍我们公司的这一个从外到内的一个保养品 这个就是当时我进来的 当时公司只有一样精华液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进来了 我非常喜欢248种生长东西 那么它是帮助我们修复的 过去十年 十几年我现在做医学美容 我们有做雷射 有做电波拉瓶 有做脉冲光 这个皮肤 每个女人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雷射的这个冲击之下 这个改造之下 再生之下 难免有些皮肤会被躺伤 所以那个时候我用泰白提炼 140个生长因子来做一个修复的动作 那么后来Gluminance 我们公司的系列248 而且它从日霜晚霜洗脸的 全部都有生长因子 非常非常的好 各位这阵子是一个 超乎时代我能想象的 非常好的一个复复品 那么这边有一张照片 就是19天后的一个见证 那么各位一定要给自己 一个够长的时间 我们在细胞优化的时候 各位我跟你说 老化是很快的 修复是很慢的 你如果没有用特好的产品 其实你10年后20年后 我们老化程度 是永远跟不上的 现在只能用最好的产品 用干细胞技术延伸的生长因子 怎样锁住我们的胶原蛋白 弹性蛋白 神经蛋白 保湿蛋白 所有的蛋白 248种生长因子 就是248种不同的蛋白质 进入我们的皮肤细胞里面 帮我们做修复的一个动作 那么下面再看这张照片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 我们这个文艺他非常勇敢 他当时他擦了半边脸 那么擦了半边脸 他请了开设美国一个大医院的 一个皮肤科医生 这位皮肤科医生 用一个 皮肤选维镜 把它造起来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使用的这一边有很多很多的胶原蛋白 没有使用的这边都是发炎的细胞 跟皮肤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照片跟各位分享 因为 过去太专业做这个医学专业的人 我们必须有很多很多的见证 才能够帮我们达到一个幸福的一个程度 那么老化呢 各位都知道是无可避免的 我们怎么样借用今日的生物科技呢 重新帮我们的老化延缓下来 帮我们的老化真的 锁住那个老化的过程 OK 那么当然也是从修复DNA 延缓老化 这一块都是诺贝尔得奖的一个理论里面 我们要走这一块 我们不再走外面的普通的维他命的补充而已 我们是真正走入细胞 细胞里面DNA 端粒里面怎么样让它延长 这些都是我们要做 结识当前的一个 很大的功课 那么下面我来介绍这一个修复DNA 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 我想到目前为止许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产品 这个呢背后一个故事 当时呢我是请我们的这个钻石领导 到我诊所来帮我做退休账户 那么Yvonne当时送了我一小包 我那时候 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以为他只是普通的葡萄汁 那么那时候呢我先生 正好在旁边 走来走去看病人 所以呢我觉得 他很辛苦 我就把这个葡萄汁送给他喝 那么他看了之后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过去10年呢 他必须 常常的就是要 要有新的知识 新的新的资料 新的这个资讯 新的这个医学方面的资讯进来 所以他当时看到的时候呢 他当场 他说我们自己订来喝 然后订给爸爸妈妈喝 这也就是我这么 简单的就加入了解释 知道也不知道 想也没想就进来了 然后呢自己是护士 所以我要去查清楚 查清楚 怎么吃 计量怎么样 效果如何 有没有副作用 这些我查得很清楚 然后在这几年当中呢 我非常非常严谨的 在等 所有的 回来的 报告 所有的见证 怎么样把这些见证来奠定我 这些专业背景的人 很难充复的那一块 所以在这个产品的把关里面 我是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加上我们是一种 革命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 制作 他是一个悬浮的技术 他是一个凝胶剂 因为配权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一个特性 等一下我们这个分享结识完之后 我会有15分钟的培训 产品的培训 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网站里面深入的去研究这一块 那么今天我们 在怎么样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一个领域里面呢 想用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科学的产物呢 来给自己带来身体的健康 来给自己延缓老化 也分享给身边更多更多的朋友 同时借着这样子的分享 让自己得到一份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 财富 一个经济上的自由 在你里面 各位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是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要进入成功的第二个阶段 那就像刚刚我分享的一样 我自己的诊所 我自己知道现在的趋势是什么 所以当时我跟我先生设立这个家庭科诊所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医学美容抗老 是未来的趋势 那么成功的第二个关键是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系统 我们来谈看看 什么样是 这么好的系统可以带入我们更快的进入成功里面 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系统创办人 我们的King Hu 他 是一个美籍华人 他在这一方面有20几年的经验 20几年经验不简单 非常不简单 我这里 诊所才十几年 他在20几年的经验 他在这个软路的营销界 他帮我们真正的结识 真正的创立了一个先前 一个辉煌的一个成绩出来 那么也就是靠了这个系统 尤其加上 Kim 他先生也是医生 他们有这么好的看见 那么他在这个解释这一块得到这个经验上的自由 我最近对的是 他现在开始在把这一份得到的福利 得到的这个福气 已经要分享给全世界 更多更多有需要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为我们创立了这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里面 会带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会有一个正面的能量 各位我们人生高高低低 我们身体情绪高高低低 我们有高有低 我们有很high的时候 也有很低落的时候 那我们进入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藉着学习 藉着机会 我们会 一直不断的充足的 放进很多很多的正面的能量在我们里面 然后藉着这样的系统 我们会学习到很多的知识 不管是当前科技的知识 产品的知识 我们身体的状况 所有知识你所想要的 多多多方面的一个收集里面 加上现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 会让我们 马上去接触很多很多的工具 而且借用很多的工具 可以把这个讯息 大量的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面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福分不一样 你是不是那一位会在结识成为钻石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你 借着这个人生的导航引 你绝对 绝对可以走出 你自己的钻石人生 这是非常好的学习系统 就像一个人到Hopper 去念一个气管一样 你可以学习到非常非常多 怎么样来应付这社会上 所需要的一个冲击 这是一个很棒的系统 那么前所未有的一个完美组合 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生物科技 当时我跟我先生看到之后 我们以为我们要退休了 可是我们觉得 借着这个化生物的生物科技 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学习 继续的分享 继续的带领 所有的好的 这些 高科技的生物的 这个 补充品 给更多的朋友 来保住他们的青春 来让他们更健康 这个是我们 我跟我先生非常非常 感到骄傲的 能够认识结识的这一块 那么加上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商业 趋势 全球的电子商务的一个平坦 我想这个是每个人你绝对不能再撕掉的 现在这个时代 电子商务是你非要拥有不可的一个东西 不管上网你自己购物 或是你借着这个去分享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那么加上你要好好的学习这个创惠系统 如果能够把这三样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想你下半辈子你的事业 你的人生的第二春 绝对是非常的光明的 那么怎么样来启动这个全球财富的一个成功的钥匙呢 怎么样走出第一步呢 非常简单 你首先呢 你就加盟网店 其实加盟网店就是加入这个 结识要共同创业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你选择一个最大的套装 OK 那么呢 加入网店之后公司非常非常大方 非常的便宜 让你拥有一个全世界 你细想不到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 一个网络办公室 你会有多种语言的一个个人网页 你还有一个你自己独立的网络办公室 里面你要有什么律师 保险 会计 客服中心 你自己的这个这个资金账户 所有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完善 我还记得几年前呢 因为我女儿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那么他自己是老师 他这个暑假有两个月是没有事情的 那么这些年轻孩子其实对这个电子商务 他们都是非常的熟悉 他们也很想自己创业 那么他请我去帮他找人做一个后台 做一个这个网络的办公室 什么都没有 只是卖货收货就这样两件事情 3000美元起跳 明明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公司给我们这个加盟网店 非常非常少的一个资金 你就可以开始做你全球的商业 你就可以开始开一个全球的网店的一个生意 是非常非常的优厚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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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送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那么第二步呢 当然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套装 比如我们要开网店我们不能自己的网店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么 我会鼓励各位 做一个经营者 商务套装 那么 像我自己 因为在诊所里面 很多的伯伯妈妈们 他们不可能来做一个经营者 他们就来 签这个体验套装 也是拿到一个比市面 便宜 这个40%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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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价 这也是非常好的 好方式 那么公司呢让我们一起跟他努力的人呢 我们会有一种多种的收入来源 其实当时我是非常传统的 我知道电子商务是一个现在的趋势 也是我那时候真正想要的 可是我不懂 我有一年的时间都看不懂这个生意 那么那时候 我以为是说 我也是 跟公司买了过 40%off的 这个消费 就是说折价 然后呢我就卖给病人 我以为是这一块 因为我不懂下面的东西从来没做过这样子 后来才发觉公司还有推广收入 还有市场的收入 还有管理收入 甚至还有分红收入 那么推广收入就是说我如果跟我的分享的朋友或是病人呢我跟他说你 不要跟我买贵的 你自己签 一个会员 那么呢你 可以买到也是便宜的价钱 那么公司呢就会送给我一个推广的收入 那么我分享的越多越多的时候呢 每个人他收费的这个 他这个消费的点数呢我会有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各位现在都有这个 信用卡 那么各位的信用卡有没有点数 可以 换这个 奖金啦 换礼物啦 换这个 坐飞机的时候可以 换这个 这个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信用卡都有这样子的优惠 那么我想将来的趋势会这样走 因为现在的趋势真的是太广幻了 没有这样跟上是不行 那我们公司可能就是第一炮这样走的啊 比如就是说 今天呢你用的你这个信用卡非常好 那么你介绍给我 那么我也很高兴我也去去申请这个信用卡的时候我必须写你的名字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用的信用卡你有点数 那么我用的信用卡我有点数之外 你也有我的点数 就是这样的走向 所以分享的越多你的市场收入就越多 那么还有管理收入 管理收入比如说今天 你介绍我 有这么好的一个革命性的商机 那么我进来之后那你正好在忙 你有半年一年 你突然在忙 可是我很认真的学习 那么 公司会把我的收入分一些 百分比给你 这个就是一个 管理的收入 非常棒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分红收入 这是公司一个非常大手笔的一个分红 那就是说 如果你做到 一个很高阶级的时候 做到钻石阶级的时候 那么全球的这个这个营业额呢 公司每三个月 会拿3% 给这些钻石几的人 来分红 各位你要不要 你是不是想要那一块 现在我们所有的伙伴们 大家都是在努力的 想去走那一半 你想想看 当我们为人家打工的时候 一辈子都是打工 可是在结诗 你跟他一起奋斗一阵子 当你做的成绩非常好的时候 公司 无形中 把你变成股东之一 这是非常 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分红 那么这么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不想你有没有看见 我三年前看见是看见 因为我相信 电子商务是趋势 我愿意学习 我真的也想学习 那个时候 我是来美国久了 三十几年 真的就是在学习 那么这个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太好了 可是在三年我走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打败跟各位说 第一年我走得战战兢兢的 第二年 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第三年 现在三年落下来了 我要给各位一句话 我们不能不信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不要失去 一个机会不是要用你很多很多的钱 只是要用你一些时间 我们去上班也要40个钟头一个礼拜 这个机会 你只要 真正的专心的 在前两三年 像我这样两三年 好好的学习 当机会来到的时候 你不学习也是不够的 你抓住机会 一起学习 这是一个团队生命 不是你自己 孤军奔战的生命 我想起来都很悲哀 跟我先生十几年前 要创业的时候 真的很幸福 只有两个人 现在我们团队很大 我们每个礼拜一起 分享 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 这么好的潜在男朋友的机会 如果你进来 好好地 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位领导 每一位朋友带给你学习的机会 如果你还没进来的 你一定要好好想清楚 把你的眼界打开 全球的电子上路的平衡 不容你独裂掉 OK 那么你就必须行动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 你的梦想要做什么 你的梦想到哪里 你要行动才有梦想 你要抓住现在才能掌握你的未来 太棒了 我觉得这么好的上级 你们真的要好好地想清楚 好好地学习 有问题我们一起解决 有学习我们一起来 我希望很快的将来 我们都在节识的舞台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真的祝福各位 那么呢 借着这样 现在的趋势的走向 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走出这个世界的一个舞台 今天很高兴妹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我们每个礼拜五 在洛杉矶 这个时间10点 也就是亚洲一点的时间 我希望你们能够邀请更多的朋友来一起分享 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跟这么好的商机 也希望你们都有看见 OK 越早的看见 越早的学习 你越快的成功 这是绝对的道理 那么呢 祝福你们 我们休息两三分钟后 再回来 我们来好好谈谈 杰斯公司的产品 配权 AMPM 到底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细胞 真正做到一个优化的系统 我们可以好好的在深入做一个 好好的一个 一个分享一个学习 好不好 那我们暂时休息五分钟 谢谢各位 祝福你们